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周期波 那什么是周期的定义呢 我们就称借值往复振动一次所需的时间 也就是借值往复经过四个振幅的时间叫一个周期 物理学上通常以T表示单位是秒除以次可写为秒 周期的导数呢 是次除以秒可写为秒分之一 又可称为赫兹 我们称之为频率 物理学上以F表示 振动一次产生一个波 一个波的振动过程当中 借值会经过四个振幅 而振幅是代表能量 波速指的是每一秒钟当中波所移动的距离 波速的定义是距离除以时间 那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当中 波会前进一个波长的距离 所以又等于波长除以周期 因为周期跟频率呈导数关系 所以又等于波长乘以频率 所以我们知道公式是V等于S除以T 等于烂大除以T等于烂大乘以F 如影片当中所看到 当借值经过三次完整的往复运动 再度回到波峰时 此时经过3.99秒 周期是1.33秒 导数就是0.75赫兹 也就是频率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波形前进的距离 刚好是三个波峰到临近波峰的距离 我们就称之为三个波长 物理学上以烂大表示波长 单位是公尺或公分 我们在此整理一下 波峰就是波的最高点 波谷就是波的最低点 波长指的是波峰到波峰之间的距离 或波谷到临近波谷之间的距离 阵幅指的是平衡点到波峰或平衡点到波谷的距离 周期指的是完整振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 单位是秒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知道有很多变因会影响速率 那影响波速的因素有哪些呢 我们以这段动画来说明 首先我们将正幅设为0.75公分 频率设为0.75赫兹 阻力设为0 张力设为最高 同时为了方便观察 设为慢动作 从动画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设定的条件下 当时间经过0.72秒 这时候波形会前进了4.20公分 此时波速是5.83公分除以秒 此条件之下的1分之1波长 是4.00公分 代表波长是8.00公分 若带入V等浪大乘F 得到的速度会等于6 若间把频率设为1.5赫兹 其他条件则不变 再重复之前的观察跟测量 我们可以得到 当时间经过0.61秒的时候 这时候波形前进了3.80公分 此时的波速仍然是6.23公分除以秒 此时的2分之1波长是2.00公分 波长就是4.00公分 我们登入公式之后 可以得到速度等于6 跟前面相差不远 虽然频率不同导致波长不同 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并不影响波长 我们继续把频率设为3赫兹 其他条件仍为持不变 再重复之前的观察 可以得到当时间经过0.44秒的时候 这时候波形前进了2.80公分 此时的波速算起来是6.36 这时候的2分之1波长是1.00公分 所以波长就是2.00公分 当时的公式仍然得到速度等于6 同一种类型的波在相同介质中前进时 当频率改变时并不想波速 但波长跟频率会呈反比 然后我们再以正幅为因变变因 其他变因则控制不变 所以我们将正幅设为1.25公分 那我们可以得到当时间经过0.74秒的时候 波形前进了4.40公分 这时候波速算起来是5.95公分除以秒 此条件之下的2分之1波长是4.00公分 代表波长就是8.00公分 打入计算之后得到V等于6 如这个表格所示 我们同样发现同一种类型的波 在相同介质做波动时 正幅也不影响波速 那究竟是什么因素会影响波速呢 我们以绳子的张力为因变变因 发现当绳子的张力变小的时候 波速也会有变化 我们发现当时间经过0.79秒的时候 波形会前进了2.9公分 此时波速变为3.67公分除以秒 此条件之下的2分之1波长是2.5公分 代表波长是5公分 带入公式计算得到V是3.75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张力会影响波速 而且张力越高 波速越快 之前说的都是在同一种介质中 若波动进入不同的介质 波速会改变吗 请看这段动画 从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 当波进入介质时 波速会发生改变 这是因为波的传递是靠介质间相互作用 将波的影响传播出去 不同介质交互作用效果不同 所以速度不相同 例如固体中的深速 大于液体中的深速 综合以上得到结论 只有介质的种类跟性质 也就是张力会影响波速 频率及振幅 对波速并没有影响 另外从影片中 你有没有发现 当波速减小时 波长也变短了 想想看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波动经过不同介质时 因为频率是由波源决定 所以频率并没有改变 由V等F乘Lambda的关系式 即可得知 当F一定时 V会跟Lambda成正比 如果今天有个波 它是往左边前进 那这时候问 我们手的振动方向会是哪一个 这时候手拉的方向 应该是上下下上 所以答应选1 那今天如果有这个波形 它的正幅是A 波长是Lambda 在某一时刻的时候 就像这个图所示 然后在该时刻的时候 P点的坐标是Lambda 这时候经过4分之1个周期之后 问P点的坐标会变为多少 因为我们知道 经过一个周期的时候 整个波形会前进一个烂打 所以如果经过4分之1个周期之后 整个波形会前进了4分之1个波长 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 P点会往下振动到波谷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P点的坐标 应该是Lambda 负A 我们看到第三题 这个图呢 要产生这个波形 需要0.65秒 如果开始的时候 经过0.1秒钟之后 问A会移到哪个位置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图当中 有3.25个波长 3.25个波长当中 经过0.65秒 所以一个周期是0.2秒 0.1秒相当于0.5个周期 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 整个波形是要前进了半个波长 好 这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波形 那从这个新波形当中 我们知道A点会往下振动到C点 第四题 跟上一题一样的图 如果今天我们把振动的频率加倍 那么这四个会如何改变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振幅是不会变的 因为振幅只受能量的影响 同时我们知道 当频率变两倍的时候 根据公式 V等于浪大乘F 但是因为介质不变 所以波速不变 所以我们知道 按照公式来讲 这时候波长会变原来的0.5倍 也就是波长会减半 好 那我们知道因为波速不变 所以波自V传到F的时间 也会不变 但是中间波的数目呢 因为波长变原来的0.5倍 所以这时候波的数目 也会变原来的2倍 好 第五题 现在有个机械波 像这个蓝色曲线 经过了ΔT时间当中呢 会变成褐色的波形 已经知道波的传播速率是 每秒钟走1公尺 那问ΔT可能为多少 首先我们知道 有可能是只有走到1的位置 这时候走了1公尺 所以花了1秒钟 但是有可能在ΔT的时间当中 前进到2的位置 这时候走了5公尺 所以花了5秒钟 有可能再往前走到3的位置 这时候走了9公尺 所以这时候总共花了9秒钟 所以我们以此类推 这时候下一个可能性就是13秒 17秒跟21秒 以上是我对于波动性质的介绍 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同学 对波动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 前进到2秒钟 我们现在还还要去吧 那是在5秒钟 随时大家要去替点 两秒钟 简单 就是得到4秒钟 出发